您好,歡迎來到頻道 現在,我在葡萄牙今天風真的很大 所以這個視頻中最大的風不會是我說話啦 我在這裡帶著全新的 BMW X2 我們將發現它是一款實用的家用車 開車有樂趣嗎? 它會讓你的朋友和家人充滿嫉妒和緣恨嗎? 不要走,我們一起找答案 OK,BMW的第一個 X2 取得了掛讀的成功 它是使用但可以說有點無聊的 X1的更性感版本 在將近六年的時間裡 他們買出了39M2 我真的挺喜歡的 因為開起來出乎意料的好玩 這個新的要大得多 它比之前的高出6厘米長出49厘米 更重要的是 周距增加了2.2厘米 所以你知道可以在這裡期待什麼 內部空間更大,後備箱更大 基本上是一輛更大的車 我告訴你,這輛車看起來 確實比以前更有攻擊性了 讓我們從基本的開始 看看這些前凳是如何圍繞車邊緣衍生的 當然,我們含有BMW標誌性的四凳設計 但是用這些膠原素中心解釋 在這裡是一種新的有趣的方式 這也體現在這個Double Kidney形狀靠架的冷角形狀上 OK,我將檢查一下這個東西的大小 這是M Sport版本 因此它是黑色的,並且有橫向條紋 但是手持你可以讓它量起來 這樣你的朋友和家人就能在很遠的地方看見你 我真的很想談談這東西的大小 他們已經與引擎蓋在這裡很好的融位議題 這實際上很不錯 但我告訴你,如果我的Kidney或者腎臟看起來那樣 我認為我的醫生會非常非常擔心 我們來看看這些口音中的一些 我真的很喜歡這裡的通風口 實際上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看到 但它們實際上從大燈延續了一個輪廓來定義車邊緣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鴻桿 而且它們確實能讓空氣流通 所以它們實際上是有功能的 那看看這個山陽戶 我想你可以這麼稱呼它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但有兩點讓我注意到了 首先我真的認為所有這些黑色區域 實際上有助於氮化格柵的外觀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鴻桿看起來會顯得更大 它的地步必定不寬 這意味著它非常穩定 而且我不知道這是否讓你想起了什麼 但是... 這讓我先想起了一項特定的日本古老運動 所以... 我的背 這蓋死的風 在某些方面 它是新的BMW X2的側面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是一種叫跑SUV 說到交跑車圈在於比例和輪廓 首先我想提一下這些20英吋的輪貓 它們真的很好地填滿了輪功 所以如果你仔細看看車的側面 它們有很多這種折衷 會議特定的方式不做光纖 這真的很漂亮,基本上讓我涼嘆 我還想說一下這車定線條 它向車位部分組件編繫 但同時能有這條線它向後方上輪 所以所有這些線條真的引導你的目光 到了車的後部 那我們來看看它們引導我們到了什麼地方吧 你還記得上一款XR在這裡有一個小尾衣嗎? 更像是先輩車的設計 而這個新的尾衣更像是腳跑車的風格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 好的,這兩車的外觀確實很吸引人 這些位燈很吸引 我不知道這些切口是怎麼回事 它們看起來像牙齒 但我確實挺喜歡它們的 而且你那邊有個四眼等設計的鏡子 就是前燈裡的那種 現在看看這裡後面 他們把車牌放在了尾門下方 這是個不錯的墊子 還有這個大不見在後面 雖然說看起來像個擴散器 但我不太認為它真的有空氣動力學作用 但你不能說它沒用 因為它的作用是幫助X2 擁有一個非常明確切雕塑幹事組的北部 這正是每個男人都希望擁有的那種北部 坦道使用行駛新款X2的後備向空間高達560升 這比以前多了就是升 如果你把後座放下 那就擴展到以前470升 貨幣以前多115升 當然 數字不是一切 所以讓我們看看這個後備向本身的使用性 現在 560升卻是包括了地部空間下方的很多空間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使用後備向底下的空間 你的考慮這一點 雖然如此 這裡還是有很多使用的消細節 那邊有個不錯的消除無象 這個放紮物的網狀區域 而且這裡有這些可愛的小構子 用來掛鉤無帶之類的東西 正是這些消細節 也幫助提升了一輛車的使用性到另一個層次 所以這裡在前面 一表盤或多或少 直接來自X1 最主要的特點是一對屏幕 哪裡有10.25分的駕駛原線視頻和10.7分的信息娛樂系統 兩者都在一個像駕駛原玩區的淡一面板上 用戶體驗運行BMW操作系統就 這是一個更多基於小工具的介面 而且它是客定制的 所以你可以快速訪問你最常用的功能 我還在逐漸熟悉彩單 但我的說它看起來不錯 我們來談談試用型吧 你這裡有兩個背夾 不過沒有蓋子 還有一個墊子 可以給你的iPhone充電 看起來你可以放一個挺大的手機在這裡 這個其實還是這輛車的鑰匙 這裡下面有個空間可以放一瓶威士忌 我猜 也許是一瓶白蘭蒂 選你喜歡的都要 這裡還有一點空間 你可以想這樣打開 這裡沒有威士忌的空間 但它可能很有用 這感覺好花嗎 讓我們用品質的支架來發掘 那實際上聽起來很不錯 在這裡還不錯 換算合格 而且車子確實有質量的感覺 所以我會說它真的挺好的 現在在M Pro版本中 你會得到一些非常棒的運動性M紅感 我真的很喜歡方向盤的設計 而且這裡還有一點紅色 讓你知道那邊是上面 那是賽車的想法 說到賽車的事情 你會得到這些漂亮的銅豆式座椅 它們也看起來很吸引人 你還可以得到Alcantara 插件 但我不確定新加坡的人會不會喜歡這種內飾 因為對我們來說 要麼是皮革 要麼什麼都不要 但是你會得到一些漂亮的對比色風險 以及給一表盤增添了一點額外的澀花感 和一點額外的運動感的可愛的Alcantara 表面 在我展示後做之前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是一個新頻道 非常需要您的支持 非常感謝 那我們來看看後面有什麼好的 所以就氛圍而言 我認為質量相當不錯 我要再做一次支架測試 是的 倉室質量似乎比上一代XT 有所提升 在這裡我這邊有空調出風口 幾個USB-C充電口 而且這兩車比以前快一些 讓我們看看我坐在中間會是什麼感覺 作為一個成年人這實際上還不錯 我認為我可以在後座上度過一段相當長的路程 即使我不得不坐在中間 這是我的駕駛位置 所以當我坐在後面 是我的膝蓋空間相當充足 讓我們適時這個無定成立 看看我能不能稍微向前傾 對,我之後就不需要重新整理我的頭髮了 所以我覺得空間是足夠的 無論是裡面還是後面 除非你有特別愛抱怨的孩子 否則你應該可以把這輛車當作家用車 孩子們安頓好了 大人們蓋完了 我開這輛車的參考店是X1 因為這兩輛車是姊妹車 而這輛車的懸掛系統對我來說相當陰朗 這輛車的陰朗都更上一層樓 因為我能感受到這條葡萄牙路上的每一個小點波 我敢肯定我能跑過一枚硬幣 告訴你是正面還是反面 但公平地說,這輛車確實配備了M Sport Pro 套裝 其中包括不同的懸掛設置 它的蛋黃降低了15毫米 而且也確實更加僵硬 儘管有掛硬型懸掛 但即便是在普通駕什麼試下 這是一次非常非常溫固的旅行 說實話,我從來不太喜歡配備M Sport Pro 懸掛的 BMW 我覺得它的駕駛體驗也是擁有 而是硬唇輪骨所要付出的代價 但是花了錢就要自己做決定 但坦白說,這車比我想像的要硬很多 嘻嘻,不過我告訴你得到的回報是 這輛車其實非常敏銳 而且實際上在我轉彎式方向攀的感覺相當不錯 符合也很合適 就像 X2 一樣,它實際上相當溫固 將這輛車與上一輛車進行比較 確實感覺像是一輛更大更寬的車 之前的 X2 給我的感覺像是一款熱門先輩車 而這款感覺更像是一款運動性雙門交車 我想這正是它想要成為的 真的,沿著海岸線巡遊 我不妨利用這個機會告訴你關於能監督的事情 逆衝後視鏡看不到太多 那是因為那傾斜的衛門 它為你創造了一個非常小的窗口 讓你向外看,自虛回頭望一望 從盲點角度來說,這款車不是很好 如果你是那種想要隨時隨地看清周圍情況的司機 我不推薦這輛車 華碎如此,當涉及到停車或更緊張的情況是 有一個360度監控 這真的會對你有所幫助 哇哇哇,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引擎 這輛車有足夠的超車動力 真的非常不錯,好吧 配樂相當普通 我必須說,但至少你能感受到那種拉力 這裡有一個小講 如果我想要額外10秒的加速 我可以拉一下 我有加速模式 它甚至停起來都不一樣 哇!欸! 所以我對引擎沒有抱怨 但另一方面 這是因為我現在正在駕駛M35i X-Drive 這是新BMW X2系列中的定基車型 所以這意味著它有一個2.0升4缸發動機 300馬力和400牛頓迷的扭矩 而且這輛車非常快 從0加速到100公里,只需5.4秒 但說實話,新加坡的每個人都會買那種更普通的X-Drive 16Oi 它配備了一台借模5升3缸引擎 只有122馬力 為什麼?因為它是最便宜的 您可以通過阿類全力用車證 但那個版本從0加速到100 需要超過10秒 這聽起來不是很激動人心,對嗎? 但如果你不能有刺激 也許你可以有一些不同的... OK!如果你想要一些不同的 這就是純電動版的X2 名叫iX2 它看起來幾乎玉蘭燒X2一樣 但您可以通過七封閉的身形割渣來識別iX2 這樣的設計更具空氣動力學 當然這對續航歷程更有利 我恰好開找一輛iX2 X-Drive30 它配備雙電機全輪曲動 300E43馬力以及494Nm的扭矩 哇!你真的可以感受到哪扭矩 現在大家喜歡電動汽車的原因 是那種即時反應或即時的扭矩轟流 而這輛車擁有這一點 所以它立刻就變得討人喜歡了 領導100公里,需要5.6秒 安建電動車標準來說不算特別快 但足夠享受樂趣 但讓我們看一些其他數字 iX2有64.8W的電池 它的續航歷程最多可大449公里 使用11千瓦的電源充電從零開始需要6小時 但如果您能找到一個130千瓦的快速充電器 您可以在短短29分鐘內從4%充到84% 請注意,我家試的是iX2的X-Drive30版本 這實際上是你今天可以購買的任何X2中最強大的版本 但遺憾的是,這個版本不會引進新加坡 相反,我認為可能會發生的是 由於新加坡有iX1 騎馬力見值1847馬力 以符合資格 對於更便宜的阿類用車鎮來說 我認為iX2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 我們講看到A類版本 所以我不知道是否應該用雞蛋放在加速它半下模擬那輛車 然後那樣駕駛 但我告訴你即使那輛車不會像這輛車那樣快貨那樣迅速 它應該同樣安靜,同樣精緻 所以無論你是在考慮春電動的iX2 還是傳統的汽油X2 我認為BMW有一個直升秘訣技術 這些汽車是基於X1的 X1是一款在新加坡非常受歡迎的使用型汽車 不過如果你問我那樣,我覺得它看起來更漂亮 而且同樣實用 歸根接底,雖不想要呢 所以這就是我們對新款爆麻 iX2和X2的快速鍵頻 你會選哪一個?留言告訴我 我真的很想知道 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 請和你的朋友分享 mchia.com.sg 還有更多內容等你探索 感謝觀看,再見 Mchia.com